在跑道上加速滑行 仰起機頭離開地面 成功騰空起飛 全球第一架由中國製造的C919客機 在28日執行首次商業飛行 運載旅客從北京飛往上海 今天執行商業首飛的C919大型客機 也是我國首次按照國際通行 試航標準所研製的 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識產權的 噴氣式幹線客機 這架C919客機內部 設有8席的商務艙座位 以及156系經濟艙座位 總共能搭載164位乘客 在外部設計方面 還印有全球首架的標誌 C919大型客機 開啟了商業的首行 意味著這個機型 從研發 製造 取證到投運 全面貫通 也意味著919空中體驗 正式走進了廣大消費者 我們的旅客就有機會來坐一坐 看一看 飛一飛 C919首個公開售票的商業航班 也將在29日從上海紅樵飛往成都天府機場 不少人都十分關注這架飛機的航程 然而就在中國自信的秀出國產飛機的同時 部分人士質疑C919許多關鍵零件 都是使用外國企業製造的進口貨 能不能趁得上市中國自行研發製造 可能得打上問號 環宇新聞 薛佩生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購持可以达充 tire 不可按摩 即時掌握全球卷 剛才說 不可按摩 化